大家注意看 把面糊倒在铛子上 做出来竟然是一道大人小孩都爱吃的人间美味 建议收藏 首先五块一斤铛子中撒少许食盐 和食用油 用长浆水浸泡20分钟 这一步能更好地帮铛子吐出肚子里面的泥沙 锅中水加姜葱 料酒去香增心 水开下入铛子 烫至铛子开壳后捞出 取出铛子肉 一定要沥干水分备用 碗中放两勺面粉 两勺淀粉 一个我刚下的鸡蛋 再加入1比1的清水 调成能拉丝的酸奶状 接着将面糊均匀地淋在我身上 空碗中再打入一个顺产的鸡蛋 我已经连续分享了1000多道好吃的家常菜做法 一直都没得到您的小红心 今天这个视频您就点个免费的小红心鼓励一下吧 非常的感谢 六层油温下锅炸 全程开中小火炸 炸至铛子金黄酥脆捞出备用 好吃的关键就是加入这个广东大厨调配好的避风糖炒料 其他任何调味都不需要加了 满满一瓶能做好多个菜 平时还可以用它做避风糖炒下 避风糖炒排骨土豆味道都很不错 微微炒香后倒入铛子 有条件的再加点青红椒或是葱段 随便翻炒个五六七八下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避风糖炒铛子 个个都焦香酥脆 喜欢您也点个赞收藏做起来尝尝吧